Let's go 大家好我是Pia哥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為什麼你剪不了那些頑固脂肪 我們廢話不多說就自己給大家看下去 首先我們要先來定義一下 頑固脂肪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並沒有說哪個地方的部位的脂肪呢 是最難剪最頑固 應該說在剪脂期間 最後都還沒有剪掉那些地方呢 大家就覺得他很頑固 每個人剪脂的順序其實都是會不太一樣 那大部分人都是在腰間 屁股跟下腹的地方是最難剪的 這類的部位呢 有可能是他的脂肪比較容易囤積在那邊 或者是你的身體比較少有機會 可以去提取這些部位的脂肪來當作能量來源 那麼以體脂的趴出來看的話 男生的話通常要體脂肪低於6% 才會到處都看起來比較乾 那女生的話就比較難講 我個人的話體脂最低的時候 大概是在4.8到5% 那也是嘗試過各種不同的方式 然後走過一些歪路之後才達到的 所以今天也要來分享我一些飲食上面的建議 然後生活的建議跟一些訓練的小細節 來讓你消除掉最後的這些頑固的脂肪 我們先從運動的部分來講起 那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會常常看到一些強調 瘦肚子啊瘦腹部啊瘦蝴蝶秀的一些草 來達到這個局部瘦身的效果 那在理論上面來講呢 你一直去訓練某個部位其實真的是可以有效的去 利用那個部位的脂肪來動作能量來源 但是在研究上面是顯示出 這樣子的訓練可以讓你局部瘦身的效果 其實是很少的 唯一有可能比較有一點幫助的方式是 你先去訓練某一個部位 然後讓那個部位的血液比較流通一點 然後再去做有氧訓練 這樣子身體比較有可能有機會 可以去用那個部位的脂肪來當作能量來源 比如說你今天是肚子比較胖 那你就先練一下腹肌 然後去做有氧訓練 但其實實質上面的效果並不會到那麼多 真正有效的還是你之後再做的那些 有氧訓練跟重量訓練 至於有氧訓練有沒有需要空腹有氧 其實是眾作紛紜 那支持空腹有氧的那一派 其實是說你在空腹的期間做有氧的話 身體確實可以去利用到比較多的脂肪 來當作能量來源 而且你在斷食期間做有氧的時候 其實血液流到肚子 流到核心的效率會比較高一點點 這個時候你在做有氧 那也會比較容易去用到腹部周圍的脂肪 來當作能量的來源 那反對空腹有氧的那一派是說 你沒有吃東西的話 其實你去做有氧強度比較低 那你消耗的這個量也會比較少 而且比較容易造成蛋白質分解 導致肌肉流失 那麼其實兩派都有他們自己的道理 我個人是比較相信 做空腹有氧會有效的那一派 所以我到後期也是會做一些空腹有氧 那就是每天早上起來做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早上起來其實也沒事做 那不如就踩個腳踏車 然後滑一下手機 多消耗一下身體 那麼其實做空腹有氧 它的強度本來就不會太高 所以你也不用去擔心到 其實也有被消耗的問題 那在做空腹有氧之前 我也是會先做一下腹肌 那我個人的感覺是 到後期的時候 真的會比較有效 可以讓腹部周圍的脂肪 減得比較快一點點 那麼在做空腹有氧的時候 其實本來強度就不會到太高 然後你的時間也不會到太長 所以不用擔心 你的肌肉被流失掉 除非你真的是踩非常的快 然後你真的是做很久 然後讓自己身體壓力太大 那麼蛋白質就真的比較容易會分解到 那下一個要講的是重訓的部分 重訓它主要能夠幫助你 達到更好的消除顽固脂肪的方式 在於它可以幫你維持肌肉量 或者是幫你提升肌肉量 那麼提升肌肉量有三個好處 第一就是你的代謝會變高 所以你減脂效率也會變快一點 第二點就是當你那個部位的肌肉量比較高 它就會皮看起來比較緊一點 把它撐開的感覺 所以你的脂肪看起來會比較少 屬於視覺上面的幫助 第三個好處就是 當那個部位的肌肉量比較高的時候 通常它的脂肪減的也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說 雖然我們很難決定說 哪個部位要先去瘦到 但是照理論上來講 比較難減到的部位 那些頑固脂肪存在部位 也是我們比較難去運動到 以及肌肉量比較少的部位 比如說在我們的腰後腰間之類的 那像那種地方 它的肌肉量就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血液流通也會比較少 那身體也比較難從那些部位 可以下手去提取脂肪來當作我們的能量來源 這邊打個比方 假如你今天都是軀幹比較難受 那就去多練一點核心 提升一下你核心的溫度跟血液流通 然後這個時候再去做有氧訓練 照理論上來講的話 這會受的比較快一點的 最後還是要強調一下 如果你沒有在做任何形式的主力訓練 單純只想靠低強度的有氧的話 其實是很難消除那些頑固脂肪 然後把體脂肪降到很低的 接下來我們來講飲食的部分 那飲食的部分比較常遇到會是兩個狀況 那第一個狀況就是你堅持的不夠久 那其實就像一開始說 頑固脂肪並不是因為頑固 只是因為你減脂沒有減到最後 所以沒有把它們減掉 但其實照理來講 只要你一直處在熱量赤字 跟你的訓練強度是夠高的話 你只要堅持夠久 到最後那個地方一定是會把它減掉的 今天假設你是一個70公斤的男生 然後你的體脂肪重量有10公斤 然後體脂率是14% 假如你要減到6%以下的話 等於說你有6公斤的體脂肪重量要去減 那假如我們一週就要減掉 0.5公斤的體脂肪重量的話 那其實你會需要靠12週的時間 才可以達到6%以下的體脂 但是身體的機制並不是那麼簡單 可以用這些數字跟數學 就直接把它算出來 因為你還要考慮到各種荷爾蒙的變化 跟代謝適應的問題 會讓你在減脂後期越減越困難 那這個時候你就只能靠一些補攤日啊 作弊日或者是休息之後 再去拉高你的代謝 這樣之後再減的更順一點 所以保險一點的話 會再抓個14週到16週的時間 來減掉這6公斤的脂肪 那其實這個時間會比大家心目中 所想像的時間還要花的更久一點 也是為什麼很少可以堅持那麼久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比較常見的問題就是你減脂肪到最後 你可能是用了錯誤的方式或者是你真的持續的太久 然後導致你的代謝變得太低 那雖然剛剛第一點叫大家要堅持久一點 要是你用不對的方式堅持得太久的話 其實你的代謝是會被破壞的 你就會發覺你越吃越少 但是你的體重還是一直卡在那邊 然後你的體態會一直卡在那邊 然後你會看起來越來越水腫 因為你的身體壓力變得太大 那麼我們要拉高代謝的方式 其實可以有很多種 之前在高能量通量的影片中有提到過 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以消耗來講呢 如果你原本就有在做重訓跟有養 那我就不太建議你再增加太多的有養 跟太多的重訓 我會建議你比較用緩和的方式呢 去增加你的消耗 比如說去多走走路啊 多走路上班 多增加你的NEAT 就是非運動消耗 然後可以安排回探日 安排休息之後來拉高你的基礎代謝 那這個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執行方式 也沒有一個最棒的執行方式 但基本上就是多吃一點碳水 然後達到你的TDE剛剛好 然後就讓你的身體稍微休息一下 拉高你的基礎代謝 然後調整好你的荷爾蒙 那在研究上面顯示呢 當然是休息越久 你那些代謝適應的效果 就會被修復的更好一點 但是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要趕著比賽 所以也不可能可以休息那麼久 那我個人在執行的方式就是一週早一天回探 那那一天就是吃高雨TDE一點點 然後多吃一點碳水化合物 來讓我的荷爾蒙修復 讓我的身體休息久一點 然後減輕壓力 總而言之 我會建議大家一個減止期 最多就抓大概四個月就好 那期間要是你已經嘗試過各種不同的休息日 或者是回探日休息週 但是你都還是減不下去的話 也許你會需要更久一點的休息期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進入到下一個增肌期 來拉高你的代謝 然後來讓你的肌肉量變得更高 然後讓你的訓練強度變得更高 這樣子你下一次的減止期 也會可以減得比較順一點 最後來講的是生活習慣的部分 那其實你的生活品質 跟一些生活習慣 都是會影響到你的脂肪堆積的部位 比如說你今天是工作壓力比較大 你沒有睡好 你的生長激素分泌受到影響的話 其實會比較容易去讓你的脂肪堆積在腹部 又或者是你今天的飲食 比較喜歡吃一些精緻的碳水 喜歡吃一些反式的脂肪 或者是喝很多的酒精的話 那其實脂肪會比較容易堆積在腹部 這邊要來提到一下 我之前問我的教練 就是體脂肪要降到3%的關鍵是什麼 那他那時候只回了我一句 就是說要保持一個好心情 那這邊說到的保持好心情 並不是說你壓力大就去吃雞排配真奶的意思 應該說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訓練方式 跟飲食方式然後完美的融入到你的生活裡面 那一旦融入到你的生活之後 你就不會覺得說這個減脂是很痛苦的 那你一旦不會覺得痛苦的話 你的身體也比較不會容易疲憊 然後讓你晚上睡不好 然後減脂減得不順 總而言之呢 並沒有什麼神奇的魔法 可以幫助你減掉那些頑固脂肪 可能運動的方式稍微稍微有一點點幫助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一個穩定的飲食 跟穩定的生活 跟穩定的訓練 然後時間久了 那些頑固脂肪就會慢慢的消下去了 最後就希望這次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Bye